以多元创新活泼的方式带领民众体验佛弹文化 为了推动佛弹国际化 主办单位特别制住一架大型飞机 代表佛弹起航迈向国际 由丽林贵宾共同推动象征起航仪式 去年在纪要大马斯的倡导之下 让我们的佛弹日走向了年轻化 走向了多元化 更重要的要走向国际 我们今年邀请了来自22国的朋友们 共同来参与 我相信让我们这一次所举办的国际佛弹日 更为精彩 更能够真正的迈向国际 正如金钥大马斯所说的 佛教是教化人心 是能够让我们社会大家共同向善 更是我们传统最重要的宗教 如何的让佛教不但在地生根 让年轻世代大家共同来礼佛 共同来向善 更希望国际能够共同来推动 所以西北市作为台湾最大的城市 我们也最多的佛教徒 我们共同来推动国际佛弹日 在农历4月8号前 我们就来举办 不管对地球的保护和近海的活动 年轻人所举办的各项参与活动 到我们今天所举办的大会跟园游会 到佛弹日当天敲钟活动 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启发人心 共同向善 共同降伯 然后让我们的佛教 能够变失在全新北市 不管年轻到长者 不管是我们自己本地台湾人 到国际的各界的人士 现场设立园游会 以多元创新活泼的方式 带领民众体验佛弹文化 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十方新闻记者 来一容台北采访报道